大家好,我叫冯云婷,然后我是你们的AP宏观老师 然后我今天的这节课上面我们先介绍一下AP宏观考试 AP经济它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考试的 它是分开来考的 那我们AP宏观它的这个分数 它不是像普通的考试是以百分之这样子结算的 我们这个AP考试它是分为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五分这样子 然后如果说你的整个考试的正确率达到80%以上的话呢 那你基本上就可以被划为五分这个段位了 那五分的话基本上就是AP考试当中最好的一个成绩了 但是在宏观的话,五分的概率大概是17%左右 这比这个微观稍微要略低一些些 那AP宏观呢,确实也有大部分学生对我的反汇 都是他们是觉得相对而言是比较难一些的 那其实我们在这里啊,它的知识点不是特别多 但是呢,它的考试的这个提醒是出的比较难的 所以这个就更加要求我们对于每个知识点的掌握 是要达到百分之百的这样子才能拿到五分 好,那我们今天先具体来看一下 这个AP宏观会考哪些知识点啊 然后看一下,这边的unit one unit one,the basic economic concepts 在这一块的话,这个unit one它是跟AP微观是重合的 就是说你不管学AP微观还是要学AP宏观 这些basic economic concepts你都是必须要知道的 因为这个是你学习所有经济科目的这个基础 像是这种scarcity啊,resource allocation啊 还有production possibility curve 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一些知识 所以你不管是你学习哪一个类型的经济 比如说你是学CIE的IG经济啊 还是学爱德斯的IG经济啊 还是学这个AS经济啊 还是学IB啊,还是学曼坤的那一本Principles of Economics 这些知识点你都是学任何一门经济科都必须要知道的 所以这一个这个unit one是比较基础的 然后它大概占了考试的总成绩的12%到15%的这个比例 可以看出来它的比例不是非常的多 但是你们还是需要知道这一部分的类型的 而且如果说你也考AP微观的话 那其实你这个微观和宏观上面都会重复的被考到 那这一部分的知识虽然基础但是一定要掌握的扎实 然后就是这个unit two unit two它讲的是这个economic indicators and the business cycle 这边讲的是这个 其实说的主要是一些经济里面的一些这个单位啊 比如说像是GDP然后还有unemployment 然后price unemployment指的是这个失业啊 GDP指的是我们这个国内生产总值 这些东西在你平时如果说你去看一些这个经济类的新闻 像是我们CCTV的这个经济频道 你就经常会听到这些数据啊 这些数据的话其实是可以去展示你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这里这一块的话呢 这个占比也不是特别大 占比大概是占了百分之 考试的百分之十二到十七的这样子一个占比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unit three它讲的是national income and price determinations 这边讲的还是这个这个国家收入和这个物价水平 物价水平那这边我们就是引入了这个模型ASAD的模型 那我们在宏观经济里面的这个ASAD模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型 可以说这个宏观经济主要就是特别是AP宏观 就是以这个ASAD模型而展开的 所以这是非常基础的一个模型我们必须要知道 那在这边AS指的是aggregate supply 一个社会当中它的这个总产出 然后AD指的是aggregate demand 那一个社会当中它的总需求 那所有人对于所有商品的这样子的一个总需求 在微观的时候我们可能研究的是比如说一个特定市场的这个需求和供给 那到了宏观我们就是也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去看整个国家它的总产出 还有总需求这样子 然后到了在这个unit three我们还要学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fiscal policy 这个是我们一个国家当中它的财政政策 那这个财政政策主要是讨论这个garment spending 还有taxation之类的东西 那这个到之后我们都会具体讲到的 然后就是unit pool unit pool它讲的是这个financial sector financial sector financial在这边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啊 金融 对金融啊 这边确实它这个可能跟这个资本市场会挂钩一些 那它主要讲的是一些这个financial asset 一些这个你的这个资本上的一些财富 还有money啊 钱啊 还有这个整个社会当中它的银行体系 这个banking system啊 还有这个monetary policy货币政策啊 它这里都是跟这个钱啊 跟金融跟资产挂钩的 那这边嗯这个 在这一块的话我们主要是去学这个banking system啊 还有嗯就是monetary policy 这个两个是比较重要的 monetary policy指的就是一个社会当 一个社会当中central bank实施的这个货币政策 那这个这一块的占比啊 它也是比较大的 它占到了18%到32%的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然后就讲到这个unit pool long run consequence of stabilization policies 这一块呢 它的占比更加大 它要占到20%到30%的一个比例 那在这边啊 主要是要学习这个philips curve philip曲线啊 它是关于这个inflation和unemployment 和一条曲线 然后还有这个money growth and inflation government deficit and national debt the crowding out effect 挤出挤出效应 economic growth 经济 增长 啊 治理的话呢 这个内容也是比较多的 同时占比也比较大 而且这一块的难度 应该也会相对而言 比较大一点 比如说别的题目 可能你在做题的时候 你脑子转两下就可以了 在这边的话 可能要转个三下 就比较绕 比较容易做错 这一块的题目 然后 然后下一个是这个unit six 讲的是这个open economy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nance 这里主要是讲的是这个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相关的一些知识点 那这一部分呢 只占了考试的10%到13%的这个分数 那这一块的话 其实讲的就是你每个国家 像是我们中国 在改革开放以后 基本上就变成 从一个closed economy 变成了一个open economy 我们跟别的国家 都是有这个贸易往来的 那在这个贸易往来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涉及到这个进口出口汇率 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还有这里这个unit six 讲的就是这一块的内容 好 这就是这个ap考试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介绍啊 大概介绍 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 你刚刚说那个unit five很难 然后那那那怎么办呀 我很怕 那这个就需要你上课的时候 需要好好听讲 然后回家过后 每天及时去复习笔记啊 至少课堂上的笔记 要花半个小时去复习 虽然说我老师不要求你 今天比如说上完了课过后 就100%的把所有知识点 都能够记住掌握 但是你至少要记个百分之七八十 然后剩下的百分之二三十 就通过之后的这个刷题 然后讲题目的时候 得到完全的一个application 完全的一个应用 嗯好的 我会努力的 嗯就是在ap考时 你可能特别是宏观 你可能听我讲一些知识点 而且你上课如果 呃非常认真的话 你都是可以跟得上的 但是呢呃你听懂了这个知识点 到你真的能够自如的去运用的话 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所以做题目也很重要 那像我们 嗯 ap宏观 爱特这个ap宏观课的话 他可能前面 就是前面 讲知识点 可能花不了太多的课时 但是我们后来在讲题目的时候 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的 因为这个题目是比较难的 而且你要提醒嘛 才能把这个考试考 好 嗯 别的同学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好的 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开始讲这个 嗯 第一章 这个 说错了 第二章内容 因为第一章内容是这个 微观跟宏观都 嗯 overlap的一部分内容嘛 这一部分内容 相信很多同学都已经 有一些了解了 因为这个基本上上ap宏观的学生 都是有些经济基础的啊 那我们直接就切入正题 讲一下宏观的 一开始的内容啊 好 看一下这个黑板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课件 然后我们先来聊一下 什么是宏观经济啊 很大的 很大的 嗯 很好啊 这个macro 这个单词呢 就是很大的意思 对吧 像它是跟这个 micro是相反的 micro是微观 宏观嘛 它就是很大 它是从一个比较 呃 大的一个角度 去看整个经济运营的这个情况 去看整个经济运营的情况 所以 它是study the big picture 啊 它是学习 这个整个经济 那我们在这边 啊 我们不是去研究 单一的这个消费者 我们是 研究每一个人 ok 而且我们不是研究 单一的一个公司 我们是研究整 所有的一个经济当中 它所有的公司 所以我们是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角度去看的 那为什么啊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个宏观经济学 那其实这个宏观经济学这个课程呢 它是 呃 这个领域 这个知识领域是从 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才有的 也就是说 它其实诞生了 也就一百年左右的时间 因为 在这个 呃 经济大萧条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哎 我好像每天还是这么日常生活啊 怎么日常工作 但怎么这个经济突然就萧条了 比如说我 我是一个开饭店的 怎么突然 我的菜做的还是那个味道 但是为什么突然就没有人 来到我这里来吃我的 我来光顾我的餐厅呢 来吃我的 蛋菜了 整个 那这其实就是因为整体的军气萧条了 所以大家 的aggregate demand下降 就没有人出去消费了 那我们在这里啊 就是在这个课程是在 great depression的时候 延伸出来的 好 老师你能够我简单说一下什么是 great depression吗 我们经济老师也提到过 但是我不太知道 是啥时候发生的事情啊 这个great depression指的是这个美国的经济大萧条 它其实就是大概好像是在 一九二几年的时候产生的一个美国经济大萧条 就是本来在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前 就是那时候大家的经 在对于经济学的理解就是 supply creates demand 只要你把东西给产出来 你总能卖掉 这个时候 大家的concept都是supply creates demand 但是到了经济大萧条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在正常的在生产东西 他们都正常的在produce 在supply 可是突然有一天 他们的东西就不滞销了 就卖不出去了 然后后来就是 有一个叫Kenshin的一个 经济学家 他就提出来了 其实不是supply creates demand 是应该是demand create supply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就大家就开始研究这个宏观经济了 好的 感谢你们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在宏观经济啊 我们对于所有的这个 不管是你是中国的还是美国 还是欧洲国家 那这个政府他们都会有三大目标 三大经济目标啊 第一个是promote economic growth 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个是limit unemployment limit unemployment 这个控制失业率 控制失业率 第三个目标 to keep price stable 保证物价是稳定的 price stable 保证物价是稳定的意思 其实就是limit inflation 在这边inflation这个单词 我认识它的动词 inflate是吹气的意思 你认识这个动词 inflate非常好 吹气的意思 那吹气 而且你就想象自己吹气球嘛 对不对 你往这个气球里面吹气 本来是一个这么一丢丢大的一个气球 大概就可以变得超大 对不对 这边呢 它就膨胀了起来 它就膨胀了起来 所以我们在这边inflation是通货膨胀的意思啊 是通货膨胀的意思 这个通货膨胀往往指的就是这个 你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猪肉还是比较便宜的 对吧 人人都吃得起猪肉 像是在苏州 比如说苏州的很多苏帮菜啊 狮子头啊 糖醋排骨啊 都是以猪肉为主的 它总体而言 它相对于牛肉来说 是一个比较平民化的一个食物 对不对 那后来到了2019年的时候 这个猪肉的价格啊 就飞快的上涨了 我不知道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听过 或者是妈妈有没有抱怨过 这个市场上这个猪肉怎么越来越贵了 要50块一斤的 都快跟牛肉差不多贵了 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话 听过 听过吧 那这个猪肉 所以后来我想问健身不吃猪肉 你不吃猪肉的 所以后来选择了健身就不吃猪肉 那你不吃猪肉 还挺好的省了很多钱 可以吃鸡肉啊 鸡肉也一样的 也是可以补充蛋白质的 那像你们还在学习的话 这个蛋白质就能吃了 我妈妈说鸡肉有激素 什么 鸡肉有激素是不是不能吃啊 鸡肉有激素 那你可以买那个乡下老母鸡呀 哦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Grass chicken OK 所以啊 所以啊 在这个猪肉的这个价格上涨 就是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 对不对 那你本来这个就如果 特别是你想想一些低收入人群 他们本来赚的就不多 那你这个猪肉价格上涨 他们本来 比如说一天可以吃一斤 会买一斤猪肉 他们现在就买了半斤猪肉 因为猪肉价格太贵了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物价的上涨 是会对我们普通老百姓 产生不好的影响的 因此政府就是想要控制 这个物价稳定啊 不想让这个通货膨胀 那这个通货膨胀 其实是随处可见的 像最近我们中国不是 有这个疫情吗 有了疫情过后 你们觉得什么东西变贵了 口罩 对口罩变得很贵了 对不对 这个口罩现在又贵 又难买 你们现在买的口罩 大概多少钱一个呀 哦老师 我昨天买了一个口罩 要25块钱 太贵了 太贵了对吧 你买的是 这个普通的口罩 还是KN95啊 我买的KN90 KN90 那这种口罩 可能原来只要几块钱一个 那现在因为有了这个疫情 它就涨到了25块钱一个 它就是这个inflation 就是非常的高 那是因为demand的大于supply啊 啊对 这个确实也是因为demand的太多了 demand大于supply的话 我们就会产生叫这个shortage 对吧 产生你是这个供货紧缺的一个状态 那你供货紧缺的过后 政府就有两种措施 要么就是它可以定 就是给每个人一定的额度 不让你一个人去乱买超多 乱买很多 它就是比如说它就限购 它就开一个限购 或者就是涨价 涨价 因为你涨了价格过后 大家的demand就没有那么多了 这个其实就是unit one的东西 一些这个经济的一些基础知识 说明我们这个VV同学的 这个经济基础知识 还是非常牢固的 不错 好 然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目标 from multi-economic growth 那像在这边 这个原来是一个小 很瘦的一个小伙子 他变成了一个肌肉猛男 他就可以 说他成长 对不对 那这个经济如果发展的话 发展起来的话 也是从一个很小的经济体 变到一个很大的经济体 那如何去测量一个国家的 这个经济有没有发展呢 或者是说怎么样去看一个国家 它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那我们这边就要引入 第一个这个计量单位 叫做GDP 第一个单位 GDP GDP它的这个全称 全称呢 是growth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domestic product 总的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 翻译成中文 这个单词看新闻的时候 没有听过啊 听过 听过的啊 这个应该是 这个任何财经新闻都会提到的 国内生产总值 因为我们学的是AP课程嘛 对吧 我们学的是AP课程 AP课程是美国的课程 相信各位同学 也都是要去美国的 所以才需要学习这门课程 所以才需要学习这门课程 然后所以在AP里面呢 很多这个经济的词汇 它都是跟美国相关的 比如说我们之后 学到central bank的时候 我们就会学美国的central bank 我们就不学英国的central bank 也就学中国的central bank 我们就学美国的 那这边 所以它的这个definition 也是这个 It's the dollar value of all final goods and services produced within a country's borders in one year 它这边强调的是 这个dollar value 美元 然后它这边指的就是 国内生产总值 就是指的是在一年之内 在你这个国家边界内 你生产出来的所有的商品 和服务的总价值 总价值 那在这边我们要强调 它第一个是dollar value 是美元 因为我们AP是美国的课程 所以就学习的都是 美国的一些经济 所以要强调它是用美元 第二个要强调的是 它是final goods 它是final goods 就是说这个final goods 是什么意思啊 最终的产品吗 对最终的这个产品 是这个成品 是这个成品 比如说这个像是 我们知道这个汽车 其实它就是组装起来的 对吧 有可能是它 比如说像这个吉利汽车 我们中国国产的吉利汽车 它可能它虽然是国产的 但是它可能 比如说它的引擎是 国外进口的啊 或者是说 它的这个座椅 可能是某一家供应商出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只有最后这个车子 做出来的这个成品 会被记住GDP 那比如说它这个座椅 它就不会被记住GDP 那因为它座椅 如果做出来 直接被记住GDP的话 到时候到最后 它这个汽车 一整辆汽车 又被记住GDP的话 它这样子就算了两次 对吧 这样算了两次 所以就肯定是不正确的 所以任何这个 intermediate goods 中间的这个产品啊 这个半成品 它都是不记住 不记住这个GDP的 只有它的这个 final goods 最后的这个成品 才会记住GDP 好 这个可以理解吧 可以 还有就是这个GDP 它是测量一年之内的数据啊 所以它是这个annual economic performance annual就是每年的意思 对吧 每年的 这个单词应该都认识 初中词汇了啊 好 那这个 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啊 所以在这边 就像是这个 你会用这个 你的dollar value 去测量自己每个月的这个月收入情况如何 那我们在这边 那GDP 它其实就是测量我们每年 它的这个 GDP 它其实就是测量我们每年的这个 这个国家 它做的这个经济情况是怎么样的啊 那在这边 我们看一下 这个GDP 它在什么时候 它会用到这个GDP啊 第一个 它就是会把 你的这个GDP数据 和你往年的这个GDP数据 去做一个对比 去做一个对比 比如说 你去年你的GDP数据是 五万亿 那你到呢 你今年 你的GDP数据变成了六万亿 你们觉得这样子的话 有增长吗 有增长 这个刘思汗 刘思汗小朋友 有增长吗 增长了呀 增长了呀 对啊 增长了对吧 就像是 你这个 你 昨天这个 昨天是九十九金 今天变成了一百形 对吧 你的体重就增长了 一样的啊 所以你这个数据上的增长的话 就能代表 它的这个GDP 有增长 那第二点 就 Compare Policy Change 啊 这个 去看看你的这个 政策 你在这一年当中 如果说你实施了一些 新的政策的话 这个政策 有没有帮助到 你这个经济 去变得更好 去看看你这个政策的效果 那第三点 你可以通过跟 这你可以拿这个GDP数据去和别的国家的GDP数据去做对比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之前啊 之前这个 GDP第一的永远是美国啊 第二原来是日本 那后来 我们中国就超越了日本 成为了世界上GDP总量第二强的一个国家 这就说明我们这几年 这个经济 确实在发展的越来越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会用到GDP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GDP的这个数据啊 这个是2007年的这个数据 可能是稍微来讲比较老一点 在2007年的时候 这个 第一行是这个世界的这个经济总量啊 后面的这个零真是非常的多 那第二个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 欧盟 欧盟 Europe Union啊 那个时候它的这个经济总量是非常大 它甚至是大于美国的 大于美国的 然后 第四个是中国 第五个是Japan 第六是一 老师 GDP后面那个Purchasing Power Parity是什么 Purchasing Power Parity啊 这个其实就是 怎么说 它是会考虑到这个每个国家的物价水平 它会把它去稍微变化一下 它就是不是把你这个数据上直接统计下来的GDP放在这里 它是会根据每个国家它的物价水平 然后去看一下这个 比如说你在美国 这个吃一顿麦当劳 它可能是五美金 你就可以吃一顿 对不对 一个人可以吃饱 那在欧洲的话 比如说像是你在瑞士 这种物价很昂贵的国家 你吃一顿麦当劳 你想要吃饱 你得花30美金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直接就拿他们的GDP做对比的话 那会显得比较的不公平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考虑一下你的这个钱的这个购买力 然后稍微的去做一个调整 那这个的话我们之后会讲到的 之后我们会讲到的 好的谢谢老师 好 那我们如何去测量这个GDP的这个成长呢 那我们在这边有一个简单的公式 这个公式应该是特别简单的一个公式 应该数学里面都学过的 去测量一个数据的一个变化 就是把你新的这一年的这个数据减去旧的这个数据 然后再除以这个旧的数据 就是算能够得到这个Change in the GDP 这个就是你的GDP的增长 比如说今年听到新闻里面说 GDP增长了6.7% 那我们就知道它是跟去年的数据做对比 对吧 去跟去年的数据做对比 好 那在这边会算吗 你算一下吧 算一下告诉我算算多少 老师是25%吗 对 算算25%怎么算的 我是用5000减4000再除以4000乘上100 嗯 不错啊 可以的 好 然后下面一个也是类似的题目 既然这个比较简单 我就不认为你们再算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GDP里面 我们刚刚说了 GDP是计算这个一个国家 它在一年之内生产出来的所有的这个最后成品的这个 Dollar value这个价值 价值啊 那有什么东西它是不包括在这个GDP的计算里面的呢 那第一个就是这个intermediate goods 啊 intermediate goods 中间产品 可以说它的半成品 intermediate是中间的意思 对吧 那在这边 嗯 比如说这个 嗯 因为它如果说计算这个它中间的这个成品的话 它就会重复计算 重复计算就得到一个不准不准确的GDP指数啊 那其实这个刚刚也已经提到过了 比如说你只会测量 你只会把最后的这一个整车 一辆完整的车 纳入你这个国家的这个GDP的测算范围内 但是你在车上呢 比如说这种轮胎啊 然后音响啊 都不会再计算 都不会再计算 因为这些轮胎音响都是放在这个车里面的 对吧 都不会再计算啊 然后第二点是这个non-production transactions啊 non-production transactions啊 非生产的交易 非生产的一些交易 比如说这个financial transactions啊 financial transactions 指的是一些金融上面的交易 比如说stocks啊 stocks是什么意思啊 股票 股票啊 股票啊 bond 债券 real estate 房产 ok 像是这个 家里面有没有父母是炒股票的呀 没有 炒股票有人炒房吗 没 没钱炒房 没钱炒房 老师除了你 我没见过有人能有实力炒房 这个 这个 这个像是 比如说炒股票啊 炒股票的时候 假设说 你花了这个100万 买入了一些股票 然后呢 你在那里放了半年 哎 然后它涨了 它涨到200万了 啊 或者说 它涨到150万了 假设说它涨到150万了 这个时候 你就把你这些股票 卖了 对吧 你买的时候是 花了100万 买过来的 然后你卖掉的时候呢 你拿到了150万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赚了多少钱啊 50万 对 你赚了50万 对吧 你赚了50万 但是你生产出来 任何东西了吗 你好像没有参与 任何生产活动吧 对 对吧 你没有生产出来 任何东西 你就赚了50万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赚了这个50万呢 就不是 就不会被算入GDP 啊 金融上面这种 比较虚的东西 你通过这个 炒房 炒期货 炒股票 赚的钱 你都不会被算入GDP 而包括你现在 有很多这个00后 像你们这种00后 炒鞋的 对不对 有很多人炒鞋 我听我的学生们说 就比如说他们在 这个鞋子 在比较 价格比较便宜的时候 囤一点鞋 然后在它高的时候 抛掉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也没有生产出来 任何的鞋子 但是它却赚到了钱 啊 所以在这种 它都投机行为 它都不会被 算入这个GDP 啊 都不会被算入GDP 然后第二种是 这个 用过的产品 用过的产品 用过的产品啊 用过的产品 二手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你这个 旧的车 对吧 然后旧的衣服 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 有一个APP叫咸鱼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用过 用过 用过 那个VV 你在咸鱼上你是买东西还是卖东西的 我是卖东西 我老公是买东西的 啊 你卖东西的 你卖过什么东西啊 我把我不要的东西卖掉了 啊 就把你不要的东西卖掉了 衣服 嗯 衣服 那 很好啊 那你这个 你把你不要的东西 你卖掉的时候 这个也不算入GDP 也不算入GDP 因为你在买 把那件衣服买过来的时候 它已经算过一次了 所以你现在你把它在卖掉的时候 它又算一次 它就重复计算了 啊 重复计算了 所以这个 你卖掉一些 你不要的东西的时候 它也不算做GDP的 比如或者是说 你卖你的车的时候 你把你的车作为二手车卖掉的时候 这也不会纳入我们的GDP 啊 嗯 懂了 好的 第三个是 non-market 啊 non-market 或者是说一些 illegal的activities 啊 比如说 呃 现在不是这个因为疫情嘛 因为疫情 所以很多人他都不能出门 那像是农村的 他们不能出门 也没关系 其实因为他们每家 每家人家今晚都有种一些地嘛 对吧 他们大不了就把地里面的这个 自己种的这个蔬菜挖出来自己吃吃 对不对 不像我们城市里面的人 如果说不能出门的话 那基本上在家里面就只能吃 吃白馒头大米 这个粥了 所以像他们自己种的这个菜啊 啊 啊 然后拿出来吃吃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也是不计入GDP的 因为它是属于non-market 他没有把这个菜拿到市场上去卖 就不会被算入这个GDP 啊 或者是说 比如说这个 嗯 你要是这个 嗯 你妈妈给你织了一件毛衣 然后让你穿 那这种行为也是不会被 这个毛衣的这个价值 也是不会被寄入GDP的 你看 还有就是 illegal activities 一些这个非法的一些交易 比如说人家非法贩毒啊 然后非法这个军活交易啊 这种都也不会算入GDP的 老师 如果说 那代购呢 就是我找别人帮我买东西 这是不是也不算GDP里面 当然不算啊 你这个代购 其实你说到底是一个违法行为啊 因为你代购了很多东西 你都是不交这个tariff 不交这个关税对不对 不像你去商场 如果你 比如说你找代购买一只口红 两百块钱 但是你在专柜买 可能要三百块钱 为什么代购便宜啊 是因为他不交这个关税啊 而且 所以他其实 说到底 他其实是一个违法行为 当然 所以我们 以后就不要逮购 我们要做一个 这个遵纪手法的好公民 好 好 然后 继续看一下啊 然后去计算GDP 计算GDP的话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叫做 Expenditure Approach 还有一种是叫做 Income Approach Expenditure Approach呢 就是 Expenditure什么意思啊 花费经费 花费的意思啊 花一种是 一种这个第一个 Expenditure Approach 是从你这个 花钱这个角度 去计算GDP 就是把你 这个所有人 一年之内 花的这个钱 加起来 这个总和 就是我们的 GDP 然后第二种 是Income Approach 就是说 让 因为你 你花钱 你去买东西 那肯定是 有人造了这个东西 把它拿出来卖的 对不对 那你去把 那你从 这个卖家那边 去计算 他们一年当中 他们卖这些东西 赚了多少钱 他们的Income 是多少钱 那这个 就是第二种方法 那在这边的话 这个 两种方法 应该得出了 理论上来说 它得出来的数据 应该是一样多的 因为你 比如说 你花掉了100块钱 就等于 有人赚了100块钱 对吧 这个数额是相等的 这个数额是相等的 好 然后我们在这边 主要要学习 这个Expenditure Approach 的话 是关于 这个有一个公式 有一个公式 那在这边 这个GDP 它就等于 C加I加G加XN 好 在这边C 是代表Consumer Spending C是代表Consumer Spending 这是消费者的这个支出 消费者的一些支出 比如说 像我们现在在家里面 每天都要吃喝 对不对 那有这个 像是这个 你每天吃 比如说 你今天买了 30块钱的苹果 那你这个就算入 你的Consumer Spending里面 你买了一件衣服 买了双鞋子 这种都是Consumer Spending 那第二个 Investment Investment 这个单子 认识是什么 投资 投资 对 投资 投资 指的就是 这个公司 花钱去买的东西 那比如说 这个公司 要是他花钱 花了钱 去买了台机器 或者是说 买了一些机器人 那这些其实 就对于公司来说 就是他们的投资 他们投资 他们这个投资 往往都是为了 去赚更多的钱 对不对 买了台机器 是为了去生产 更多的产品 那第三个 叫做 Government Spending 政府支出 政府开销 那在这边呢 这个政府 比如说 他去买一些 这个坦克啊 或者是说 他去研发一些原子弹啊 这种都是算作 Government Spending 包括政府 会为我们 这个修学校 造学校 对不对 像是很多 同学都是新海啊 新湾这种工业学校 那这些学校 都是由政府去造的 这些都是属于 Government Spending 还有政府 为我们造一个 造一条新的地铁啊 或者是说 修一条新的路啊 很多 很多事情 都是政府 用我们去做 他们做这些事情 也是需要花钱的 也是需要花钱 去雇人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会产生 很多的Government Spending 但在这边的话 要注意一下 Social Security 不算在 Government Spending里面 而Social Security 指的是这个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 比如说这个 像是在一些 福利比较好的 一些国家 其实这些 那些 这些国家 这些政府 就会给一些 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一些Social Security 一些钱 其实就是说 说法就是一些钱嘛 那这些钱 你给到他们了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任何的 production process 产生 对不对 没有生产出来 任何的东西 政府只是给他们了一些 金钱上的一些帮助 所以在这里的话 Social Security 是不算在 这个Government Spending里的 因为我们刚刚说 我一定要有production 产生 才能算入GDP OK 然后 第四点 第四点是这个 Net Export Net Export 这边的话 要注意一下 Net Export 等于出口 减进口 等于Export 减Import OK 那比如说这个 像是我们中国 就是一个出口大国 对不对 我们中国就是一个 出口大国 所以它每年 会出口很多很多的东西 到国外 但是我们 这个虽然我们出口了 可是我们其实也是 也有进口的 就像是我们每年 会进口很多的 从中东国家 进口很多很多的石油 因为自己这个国家的石油 石油储备 不是那么的充足 所以我们会进口 很多很多的石油 还有包括 这个女生喜欢 买这个化妆品 对不对 你们买的化妆品 什么兰扣啊 雅士兰黛啊 这些都是属于 这个 属于这个 进口产品 都属于Import 都属于Import OK 然后这个Export 减Import 就是我们的Net Export 这个公式一定要记住 然后在这边 GDP这个公式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我们宏观里面 最最重要的一个公式 所以这个公式一定要记住 然后呢 然后下面几个 下面有 十个选项 十个这个选项 我们看一下 十个题目 看一下 在这里 哪一个是会被 记为GDP 哪一个不会被 记为GDP的 我们来看一下 来考一考一考 你们刚刚对于 我刚刚讲的知识 有没有理解 第一个是C 第一个是C OK 很好 为什么 因为消费者 他花钱 去买了这个电影票 是Consumer Spending 对很好 第二个是G 是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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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Defense Expenditure 是不是国防支出 对对对 国防支出 国防支出 那这个钱不是政府花的吗 那所以就是Government Spending 非常好 非常好 这个第三个 第三题 刘思海 要注意 它是Ust 那我刚刚讲过 Ust goods 是不算入GDP之内的 你别人用过了 再卖掉 那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算入GDP的 因为它第一次 在新书 在做 你只有新书 在卖的时候 是算入GDP的 但是你作为 二手术 三手术 四手术 这样子卖来卖去 是不会被算 入GDP的 不然就是重复计算了 Ust goods 都不算了 第四个 第四个 应该是I吧 I 很好啊 为什么是I 这个Ford是那个 福特公司吗 他 对 那个 花了这么多钱 去造了新的工厂 那 他们来说应该 是投资吧 对的 很好啊 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个投资啊 造工厂 是为了去生产 更多的产品 生产更多的车子 出来对吧 所以对他们来说 是个投资 那 第五题 第五个 应该不算吧 为什么不算呀 他就是 丰田在墨西哥 赚的钱嘛 对 因为它是墨西哥 对吧 对 墨西哥不是US 所以就不算在美国的这个GDP之内啊 好 那 第六 第六题 第六个应该是算的吧 第六个应该是算的 这边 第六题 它的意思是什么 从卖股票中得到的利益 对 从卖股票当中得到了这么多利润 对不对 那你在这个买卖股票的时候 你赚了钱 OK 你赚到钱了 但是你在买卖股票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任何的production 你有没有生产出来任何的东西 你会花钱吗 对 你赚了这个 你赚到了这么多利润过后 你可能之后会把它花了 但是这是之后的事情 对不对 那我们不知道它会有没有花 那我们在这边 我们只知道它在卖股票的这个过程当中 赚到了这么多钱 那因为它在买卖股票的过程当中 那刚刚我也讲过 它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生产活动产出的 它没有任何的生产活动在进行过 所以说你这个卖股票 卖股票当中赚到的钱就不会被算入GDP 一定要有这个production process OK 第七题 第七题 这个VV同学 我觉得应该算出口吧 它把那个在美国照的车子卖到了加拿大 嗯 对的啊 不错啊 第七题 对的 是算这个出口的啊 是算出口export 很好 那第八题呢 矩审 是不是也是C呢 嗯 对也是C呢 为什么啊 上学嘛 上学是不是教育服务了 那消费教育服务 对 VV同学你问 为什么 我怎么觉得它可能是矮呢 因为你那个花了钱去上学是一种投资 是以后是给小孩子的一种投资 因为我记得我爸爸妈妈就这么对我说的 那其实那确实啊 那你这个就是你自己变得有文化了过后 为什么你爸爸妈妈会对你说让你上学是对一个自己的投资啊 是因为你自己变得有文化 你有了这个大学的degree过后 你可以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对吧 但是我们在这边宏观上面 讲到investment 讲的都是business的investment 都是指是企业去做的一些投资啊 哦 我懂了 嗯 这个第九题 第九题 第九题 VV同学你觉得第九题是什么 我觉得它应该不算吧 刚刚老师说social security都不算 嗯 很好啊 第九题不算的啊 那个第十题 第十题 这个刘思涵同学你觉得这个算吗 第十题 算的吧 嗯 第十题算的很好啊 那它是consumption还是investment 还是government spending 还是net export呢 应该是spending吧 啊 在这边啊 是investment还是government spending spending前面有government政府的 没有 应该是investment投资 对在这边是投资啊 因为是一个农场主 他去买了买了这个 呃一个tractor tractor在这边是拖拉机的意思啊 他买这个拖拉机 也是为了去更好的去帮助他 去这个种田 对不对 去种田 那美国的这个tractor是非常的贵的 其实 嗯 好啊 对这边啊 这边我们讲的就是这个 呃 GDP 所以虽然说这个看上去简单 但是它其实 这个细节上面的东西还是比较多 对不对 像我们如果是学IG啊 学AS的话 那基本上GDP都是 呃 很快就跳过了 啊 它不会学那么的深入 那像这边就学的比较深入一些啊 啊 看一下这道题目 这道题是一个2007年的一个真题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简答题啊 我们简答题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一个形式 它是比较简短的 没有太多的废话 啊 这个这里就是 其实问的就是 ABCD 这四个选项 它是不是算在GDP里面的 那它这边啊 它不用让你去identify出来 它具体是属于 它不需要你说出 它具体属于consumption 还是investment 还是government spending 还是net export 你只要说出来 它是不是算在GDP里面就可以了 第一个不是 因为是used的 嗯 第一个不是 因为是used的 很好 你这里就要说出used的 就不算入GDP 对吧 那B B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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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啊 为什么是的 因为它是花费 因为它在这边啊 它说的是这个 rent paid 你这个房租 你付了这个房租 那你付房租 是不是因为别人给你提供了 这样子的一个 租房的一个服务 对不对 别人给你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所以这个是的啊 The C Commission Commission 在这边我提一下 Commission指的是这个佣金 被一个stock broker stock broker说的是一个证券 证券交易商 他赚到了就是他这个佣金 证券交易商 Vivi你觉得他不是吗 好像不是吧 你刚刚说什么financial的那些都是没有production的 我虽然我刚刚说到你的通过financial transactions 你通过一些金融上的一些交易 赚到了这个钱 他不算作这个GDP 但是我们在这边要注意啊 他说的是这个证券公司 他提供的这个服务 他提供了服务过后 他赚到了佣金 比如说因为你要买卖股票的话 你一定要去证券公司开个账户 然后你在上面才能从事股票交易 对不对 所以证券公司他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器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一个这样子的功能 他帮你去下单 他帮你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的这个证券交易所下单 所以他其实他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他提供这样服务过程当中他赚到的钱 那当然是算的 因为这个就属于service对不对 那他属于哪一块呢 在这边我们 其实从income approach 从他的收入角度去讲的话 更加可以理解 因为他这个的话是属于这个收入的 对吧 这个因为他说了是stock broker end 他收到的这个钱 所以这个income approach还没有跟我们说下节课在说 对吗 对 好 那在这个d d算吗 d算的 d算的啊 那这个d d vv同学你觉得算吗 这算就会算入美国的gdp吗 老师我也不知道 这道题啊 这道题其实是稍微有可能有一些tricky的 他可能看上去不是那么的直接明了 那这边他说的是这个 这个automobiles 这个汽车他在 South Korea 完全在South Korea生产出来的 South Korea在这边指的是韩国的意思 对不对 他指的是这个一个美国人开的公司 美国人开的在韩国的公司 生产出来的这个汽车 他算不算入gdp 那这边啊 要注意 他是 他的生产过程是发生在这个韩国的 所以自然而然就不算入美国了 因为我们刚刚说 gdp是要within a nation's border 在一个国家的国界之内 生产出来的东西才会算入gdp 那这边他已经超出这个美国的国界范围了 不在美国 所以就自然而然他就不算入gdp了 哦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很喜欢外商 对吧 引入外商 是因为他们可以增加那个国家的gdp吗 嗯 对啊 好的 谢谢老师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了 然后下节课我们再继续好吗 好 好的 嗯 拜拜 回去一定要复习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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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